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同一家报道 勿将黄明志反共歌当新年歌 陆网民账号遭封禁 到台湾发展多年的大马歌手黄明志 创作的反共新歌《龙的传人》 在海外YouTube频道上传两周 已获于800万点计量 不料有中国网民将这首遭中共封杀的歌 当成庆祝新年的歌在大陆网络传播 导致自己的抖音账号被永久封禁 事件掀起热议 今年1月26日 黄明志上传新歌到油管YouTube 他在标题上紧急提醒歌迷 要听要快 对近就听不到龙年贺岁新年歌《龙的传人》了 而点开MV后发现 新歌开篇就模仿中共电影审查机构的片头 将作品审查编号写成8964 当歌曲名称《龙的传人》四个简体大字推出时 龙的右上角的那一点呈现为一个新冠病毒的形状 龙图案的龙头变成了小熊维尼的形象 整个MV一直贯穿着穿着龙袍的维尼 象征现任中共党魁 声音也用AI模仿现任中共党魁的声音倒白 歌词中贯穿着牧羊犬 反贼 动态清明 流导不留人 爱国爱党 全民脱贫等五毛用词 加入了各种时事梗 譬如免北电诈 假唱 华为 哇呀哇呀哇 科目三等 讽刺犀利 也相当有趣 迄今该歌曲上传到YouTube仅18天 点阅量已突破816万 歌迷纷纷留言大赞 太有才了 简明恶药 一首歌倒进维尼近代史 用一首歌重现了2023年所有的中国梗 还有人笑说歌词采用简体字 让小粉红看得更舒服 真暖心 虽然如此反共的内容不可能在墙内出现 但有中国网民真的将其当作庆祝龙年的歌曲 将影片素材上传到抖音 结果不到一天 账号就遭到官方永久封禁 事件让这名中国网民超崩溃 马上在小红书发文提醒自家人说 歌词虽然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但自己的抖音账号确实被冻结了 不过 说到龙的传人 估计被封号的网民 是因中共的洗脑宣传 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该词对自己的指称 尽管中国古人对龙崇拜有加 但从没有人说过自己是龙的传人 迄今也未见什么古籍有此说法 资料显示 自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 中国人都不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 该词源于1978年底 台湾作曲家侯德剑创作了一首歌 名为《龙的传人》 1983年 侯德剑不顾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禁令 直身前往大陆 经中共媒体的宣传 龙的传人开始在大陆流行 成为举国共唱的流行歌曲 从那时开始 中共在宣传中将中国人变成了龙的传人 将中国说成了中国龙 而古代中国的代称有中华 华夏 神州 九州等 但古人从来没有用龙来代替过中国 至于中共为什么要把中国人变成龙的传人 联想到西方《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红色恶龙 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圣经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描述了一个凶狠 残暴的赤龙 这个赤龙和其使者在天上与诸天神作战 最后被斩摔在地上 《启示录》清楚地指出这条赤龙名叫魔鬼或撒旦 是迷惑全人类的 联想到中共的马列祖宗 开宗民意地指出自己是可怕的游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 钱苏俄称初创时期的共军为红军 共军也被称为赤匪 所有共产国家的党旗全是血红色 就不难明白这条恶龙在人间对应的 正是嗜血和崇尚暴力的中共 而中共让人变成恶龙的传人 目的就是为了毁灭中国人 既然如此 谁还愿意认为自己是所谓龙的传人呢 索性 霍锋鬼才歌手的黄明志 沿用该词创作的新歌 被歌迷理解并冠为反共神曲 下面请听大陆新闻 钢琴门视频播放970万次 卡瓦纳 我不反华 英国钢琴家布兰登 卡瓦纳在伦敦圣潘库拉斯火车站弹钢琴时 遭到一群中国小粉红的挑衅 并在事后受到死亡恐吓 卡瓦纳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不反华 而是反对中共独裁 英国钢琴家卡瓦纳公开了发生于1月19日 中共小粉红挑衅事件的现场视频后 事件迅速发酵 在YouTube上直播的一则视频播放已超过970万次 很多网友支持卡瓦纳 并反对中共小粉红在海外霸凌 2月13日 卡瓦纳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他从中国朋友那里得知这些小粉红的情况 他们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中国共产主义者 来到英国 过着西方的生活方式 享受着民主的所有果实 卡瓦纳提到 几天前我在那架钢琴那里 跟几位中国人交谈 他们都支持我 没有一个中国人说 哦 你反华 我不反华 我热爱中国人民 热爱1949年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共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是控制狂 你看法轮功的事情 他们的打坐功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共都不喜欢 他们甚至不喜欢中国的天主教堂 他们已经与梵蒂冈达成协议 现在正在创建爱国天主教会 让中国、中共、政府选择主教 他们想控制一切 卡瓦纳表示 我听说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 我认为我们需要解体中共 中国需要自由 我已经成为反抗的象征 自由的象征 成为表达中共是反人类组织的象征 让我们用艺术来反抗独裁 2月7日 卡瓦纳在接受台湾中央社专访时 回忆事发当天的细节 他称 这些中国人拍摄新年应景影片 为了宣传中共党魁在海外受到所谓的欢迎 然而 事情演变至今 中共得到的却是彻底的宣传灾难 卡瓦纳说 起初 几名中国人与他互动自然 当一名成年的中国女子从远方走近之后 一切瞬间变调 该女子带来一代五星旗 在场中国人拿到五星旗后 对他的态度大转变 报道提到 这名女子被证实是游走英国政治圈多年的律师李真鞠 2022年1月 英国军情五处向国会示警时 指控李真鞠受中共统战部的征兆 在英国从事政治干预活动 卡瓦纳表示 英国军情五处面临的难题 是必须证明李真鞠与中共有直接关联钢琴门事件 就是有力证据 李真鞠在影片中只出现数秒 明显是为了避开镜头 卡瓦纳说 我也收到一些死亡恐吓 他还透露 中方恐吓要对他进行提告 不过至今 他未收到任何司法文书 认为恐吓显然只是为了吓唬人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